为了强化文化资产防救灾机制 文化部集结了政府相关单位 在新北市定古迹大观一学 举办文化资产防灾演练 除了社区民众模拟抢救古迹的标准作业程式 200多位的幼儿园师生也演练 遇到火灾的时候要如何逃生 厨房发生火灾 厨房发生火灾 请全体师生疏散到运动场 当文化古迹发生火灾怎么办 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模拟如何逃生 消防队也依照标准程序 有条理的进行文物的抢救 而防灾机制的建立靠的是跨区域的整合 我们真的要说是如果是发生灾害 当然救人优先 但是我们希望古迹的价值也能被重视 那么这样的观念 恐怕跟一般的救火救灾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演练 让这样子人与古迹并重的观念 能够深化能够被重视 那么我们也希望透过小朋友 社区还有工部门的参与 让这样子的演练机会变成一个预防的观念 文化资产的抢救和一般防救灾不同 这次演练展示以喷洒水雾方式救火 避免强力水助直接冲击古迹造成二次伤害 而重要文物的抢救是保存古迹价值的关键作业 因此在火事控制之后 也应由消防人员会同文资专业人员进入火场处理残火 实施相关的防护措施 以避免不必要的文物资产灾损 记者方建凯 林瑾瑜 新北市采访报道